大家好,我是Ruze 感谢来到我的绘画频道 这幅作品的名字是《如何画十字》 也是儿童敬拜指导这本书的最后一幅作品 但现在的视频是我第三次画这个主题 前两次画的客户都不太满意 我自己也不满意 视频左侧露出一半的那本书就是成品书的打样稿 但这并不是最后的样子 封面最后还是选择了另外一张画 因为这本书的版面设计也是由我负责制作 所以除了改插画 还要做文字排版和校对 书目前只有英文版 客户是我当地的Face & Lucent Church 这本书是我来美国之后接到的第一个订单 很感谢Face & Lucent Church的两位客户 Persilla和Rita 他们雇佣了我并给了我充分的信任 我的英文不好也并没有成为工作的障碍 可见他们的宽厚和耐心 这本书的工作是通过当地的画家协会 Artisan Alley的成员Mark Regans介绍给我的 他也是我在美国认识的第一个画家朋友 他是一个相当可爱的老头 想知道我们是如何相识的吗 我的色界一郎频道 之后会有对他的专访介绍节目 还有我所在的画廊及负责人的介绍 这本书的报酬是按每小时20美元计算 介绍人得到10%的提成 这也是行业规范之一 我非常同意这种作品 作为艺术家 大家都有账单要付哦 当然 他也没有让我失望 例如和客户的合同书 我的版权文件都是他帮我做的 说实话 我的英文还是不够完成这些文件的撰写 而且对我来说 写文件真的是一个大工程啊 比画画难多了 周围的都是我的绘画工具 颜料 毛笔 调色板 毛巾 纸巾 勾线笔 这些都是插画制作的必备工具 现在进行着色的这幅 虽然看上去非常简单 只有四只长相穿着一样的兔子 但难点在于 我要通过这张画 给孩子们讲述画十字的要点 想要在平面表现 有时间连续性的动作 是有一定难度的 第一稿 我设计了一张四口 再画十字 每个人的动作代表一个画十字的要点 但是客户说 看不出连续性 第二稿 改成了顺时针 围着牧师画十字 客户还是不太满意 说太复杂 不好理解 所以我有了 现在你们看到的第三稿 插画制作是一个磨练自己的过程 不断地和客户交流 不断地修改 在否定自我中成长和完善 可见插画设计师都要有一个 强大的内心哦 有时候因为客户的一个要求 我们会画无数稿 最后客户却说 还是第一稿比较适合 你能想象听到这样的话 最后有多崩溃吧 即便是这样 当你花心血完成的书 印刷成册的时候 所有的泪和郁闷 都画成了喜悦 然后就是期待下一本书的开始 看 这就是一个 既吃不既打的插画设计师的 典型工作状态 听了这么多 你还想当插画设计师吗 好了 不和你们废话了 我要去画画了 记得订阅点赞 转发我的频道哦